傅里乡公所开办的乡民团体意外保险 全乡有9000多人纳保 而今年初有一位民众很不幸离世了 公所马上启动保险理赔 乡长江东成他呼吁乡民只要是户籍在 傅里乡的民众都是直接纳保的 面对突发意外造成身体失能或死亡 恐怕让家人的生活会陷入困境 乡公所为民众投保团体意外 想要建构安全的社会网 让社会福利可以更完善 傅里乡公所开办的乡民团体意外保险 全乡总共有9000多人纳保 并且很不幸的在月初有一位乡民不幸离世 公所也马上启动保险理赔 江东成呼吁傅里乡民 只要是户籍在傅里乡的居民都是直接纳保 傅里乡从今年的元月1号开始 只要涉及我们傅里乡所有的乡亲 就由我们傅里乡公所主动的把所有的乡亲 纳入团体意外保险的对象 面对突发意外造成身体失能或死亡 恐怕会让家人生活陷入困境 乡公所为乡民投保团体意外保险 是建构健全社会的安全网 使社会福利更加的完善 被保人发生意外死亡 意外导致失能 依保险契约给付失能保险金最高理赔30万元 而保单是从113年的1月1号生效 保期到113年底 公所将是办理成效滚动式的调整 记者高雄雙副理商采访报道